第二点 争议最大的就是隋阳帝 你为什么那么喜欢打仗 为什么就非要跟高勾立过不去 这个事情怎么说呢 隋阳帝跟高勾立过不去 唐太宗跟高勾立也过不去 唐高宗跟他也过不去 从隋到唐两朝都在跟高勾立过不去 最后还真把高勾立给灭了 这说明什么 其实大家仔细想一下就知道了 隋阳帝打高勾立是必须要打 不打不行 首先是介绍一下高勾立这个国家 很多其实就是对历史不太熟悉 或者一知半解的朋友 就是对高勾立这个国家的认知比较模糊 老觉得是不是朝鲜 其实不是 高勾立这个国家这个政权的主体 主体民族是什么人 他叫浮渝人 浮渝人是从哪发源的 就是在咱们国家东北那个地方 最早他们在那发源的这么一只叫浮渝人 浮渝人建立了高勾立 高勾立这个国家有多大 在隋阳帝去打他那个时候 他已经发展到多大了呢 他的大小大致相当于 今天咱们一个辽宁省 加半个吉林省 加整个朝鲜 非常大的 发展的规模很大 就是基本上你可以认为 就是至少一半 相当于多半个东北的 那么大一个面积的一个国家 压在隋朝的头上 这能忍吗 这忍了还能是忍吗 他的威胁太大 他对于中原王朝 统一王朝的威胁之大 不亚于后来的什么金 契丹也就是辽国 你让他再发展下去的话 不出半个世纪 他可能就变成后来的 鲁那么大的体量 或变成后来的金 那么大体量 你说那个时候 你还摁得住吗 你摁不住了 所以隋阳帝必须要 把他头上的这把剑摘掉 打莫克里斯之间 而且这件事情 不是从隋阳帝才开始干的 从他父亲 从隋文帝阳间的时候 阳间就开始想干这个事 而且他已经发动了 对高高利的战争了 还有一个什么问题 就是他的面积大 人口还不少 人口不少 还不是最关键 最关键的是 他的兵民比例非常高 高高利在兵力最胜的时候 他全国能调动 能够去发动的兵力 能将近60万 那那个年代已经了不得了 这非常了不得了 而且最关键是什么 不光是有高高利 在高高利的南边 今天的南朝鲜 那个地方的一部分 还有一个叫百计 百计也是服务于 建立一个政权 他们是同气联支的 还有更重要的点 隔海相望的日本 在当时 当时的日本的民族主体 过去不知道是怎么出现 怎么去的 现在根据基因图谱来分析 以及语言学 现在的东亚语言学的 这个演变来分析 当时那个时代 日本列岛上面的 那个大和民族建立的政权 也是服务于人